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的名词 就是歹徒或者是强盗 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这个词汇 注意哦 前面发A 后面又是拱舌根 这个声音所以翻来 先咧嘴发A 然后舌根拱上去 这个声音 大声来一遍 再来一遍 好 这个词表示歹徒或者强盗 但是它有个特殊的含义 这个词一般指什么呢 一般指成群的歹徒 词中的某一个 它一般是个匪帮的团伙 它是其中的一个强盗 咱们叫Gangster 为什么呢 它来自于匪帮这个词 如果把后面那个STER去到单独留下 GANG表示坏人团伙 或者匪徒团伙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不要读GANG 当成打麻将牌了 吃碰杠壶 这不是GANG 前面发A 在拱舌根大声来一遍 GANG 再来一遍 GANG 坏人团伙 咱们看看下边是哪个团伙 The GANG of Four 四个人组成的坏人的团伙 一个匪帮 就我们常说的四人帮 江青啊 王洪文这几个人 四人帮 用他 但是我们在口语中呢 却不一定是匪帮的意思 口语中有个非常常见的用法 叫 Hi GANG 大家好 你们好啊 这在美国用的特别多 可不能发言成 匪徒们你们好 这GANG 是这朋友啊 什么亲戚朋友啊 熟人的称呼 我们跟老师大声来读一遍这词 慢慢来 Hi GANG 再来一遍 Hi GANG 你们好啊 我们看看在经典教程 左边美国中呢 曾经出现过这个搭配 我们先听听看啊 这是怎么来说的 好 把这片段先看一遍 Hi GANG Hi everybody Well What's going on 你看这个Philip 这个儿科医生从外边进来了 看见那个护士 跟几个小病人在一块 就打招 Hi GANG Hi everybody 大家好啊 每个人都好吗 然后Well What's going on 这里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大家都坐在这 What's going on 表示这里出什么事了 把这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Hi GANG Hi everybody Well What's going on 你看注意他没有动作 Hi GANG GANG多难听 Hi GANG GANG 这个声音 我们再换一个场景 一年是在Family Album USA 走遍美国中出现 我们先听一遍 这个场景是怎么说的 Everybody home We're here dad Hello Hi GANG Hello Philip How's your day My day was just fine So where's my night 你看这是一个充满亲情的一个场景 然后呢 这个孙子跟爷爷两个人在家待着 然后爸爸从外边回来了 一敲门 Anybody home 家里有人没有啊 然后呢 这个儿子就说了 We're in here dad 说爸爸我们都在这呢 然后呢 爸爸推门进来以后 跟他的老父亲和他儿子打招 Hi GANG 你们好啊 然后呢 这个爸爸 这个爷爷就跟爸爸说 Hello Philip How was your day Philip怎么样啊 今天过得怎么样 然后呢 这爸爸就说了 My day was just fine So was my night 今天过得不错 晚上过得也挺好 好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能不能第二遍 就像听中国人对话 We're in here dad Hello Hi GANG Hello Philip How's your day My day was just fine So was my night 我们看到这个词 Gangster表示 匪谤中的一员 Gang这个词 可以表示匪徒匪帮 但在口语中 一般表示 对朋友啊 亲人呢 亲密的称呼 就是大家 伙计们 哥们们 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Hi GANG 这个用得多 大家顺便 可以一块把它记住 好 这个词汇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我们就学习的 我们就学习的 词汇 感谢观看